Hi Gelsy 大家好 我是Eric 长王年 上期我们看了两遍Gabby Petito这个案件 警察的执法视频 第一遍我们从警察的角度看起来 Gabby近期可能有时有过毒品 说话也感觉出来非常情绪化 对于感情感觉非常的疲惫和沮丧 但是对事业方面 你看他非常的自信和强大 未婚妻Brian这边 感觉对于警察和Gabby之间的谈话 有一丝丝的紧张 警察开始对他们进行谓话之后 也显得稍微有一点点的小焦虑 而我们第二遍重新从小两口的角度 看了一遍这个视频之后 Brian的疑点大多都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的一次的紧张更多是因为 他们刚刚才在警察面前危险驾驶 在谈话中间也能感觉出来 Brian好像不仅不介意 甚至于希望警察能跟Gabby去谈谈 而Gabby也确实主动的揽下来了所有的责任 双方的供词并没有特别大的冲突 于是警察最后只是把这个事件 当作一个小两口的一个 轻微的一个冲突 这个视频的后续是 警察考虑到他们当天有过争执 于是建议他们两个人至少分开一个晚上 Brian被警察认为是家暴的受害者 于是由警察开车送他 由相关的家暴的公寓组织出钱 在当地的一个酒店 给他搞了一个房间居住一晚 而Gabby作为施暴者 并没有被警察控告 只是要求他基本上要住在他的外面 警察事件的第二天 Gabby向自己目前已经有130%粉丝的Instagram 上面上传了两组照片 我们看上一段视频 他们是在狗门国家公园那里 对吧 然后这两组照片都是在狗门这里拍的 他们整个的旅途实际上都在Instagram上传照片 你看他过去的照片都是这个样子 或者这个样子的 而这一天他的两组照片的封面 是这个样子的和这个样子的 因为两边做一下对比 不仅照片变成了远景 并且看起来没有屁股 不像之前 而且大家看照片的Captions 以前都是很短的 但这回看起来变得非常的长 有一种观点认为 他过去的照片都是在表达旅途的美好 而这回的照片更多的是在表达爬山的危险 尤其是Gaby的配文也在主动的说 因为以上种种的疑点 甚至有人都认为这些照片和这个配文 都是Brian写的Brian发的 我仔细的看了看 照片的风格确实是有改变的 配文也确实比平时长了很多 但是从配文的拼写和语法来看 确实跟Gaby之前差不了太多 像他中间有写到 It appears impossible to walk on Appear是拼错的 But being such experienced hikers Experience的也拼错了 One guy started to come our direction 看他写这个意思 应该是come in our direction That guy we had to help off the edge whacked me with his walking stick 他这里应该是想用 那个有H的那个whacked 而不是没有H的 就说人神经病的那个whacked 同时行为的思路上 也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些照片是Gaby自己发的 只是那些不同可能是Gaby的心情和状态的变化导致的 这之后8月17号 Brian离开Gaby 单独坐飞机回家了一趟 据说是去拿一些东西 另外也把他和Gaby 之前一起租的一个小仓库给退掉 说是想要省点钱 这样可以多旅行一段时间 Gaby在Brian离开的这段时间 一个人是住在盐湖城的Fairfield Inn 一个旅馆里面 8月19号 Gaby一个人待到这段时间 感觉效率好像还蛮高的 他把他的那段旅行的那个视频 Vanlife做好之后 上传到了YouTube上面 视频的配合我们看起来 好像是比Instagram正式了一些 但是还是有Gaby 马达哈的特点 8月23号 6天后 Brian飞回来盐湖城 跟Gaby 接着继续他们的旅程 8月27号 两人出现在 华阳明州的 Jackson Hole 的一间叫做Mary Piglet的一个餐厅 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说 当时Brian在餐厅里面 是大发雷霆 而Gaby在旁边是一边道歉 一边哭 不过现场目击者也特别强调过 与其是说他们两个 在餐厅吵架 当时的情况看起来更像是 Brian在跟餐厅的工作人员 在发脾气 而Gaby更多是处于一个 极度不安的一个状态 然后跟餐厅的工作人员 为Brian的所作所为去道歉 当天Gaby的母亲 又收到女儿发来的一条短信 这里的Stan比较值得说说 Gaby的爷爷叫Stan 但是Gaby从来不这么称呼他的爷爷 所以Gaby的母亲怀疑这条信息 并不是Gaby发 另外Brian他爸实际上也有个 叫做Stan Anderson的一个 生意的一个合伙人 所以也有人怀疑 Brian是不是拿错手机了 他本来是想发信息 发给他妈 但是结果发到Gaby他妈那边去了 拿错手机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非常小的 你即使说他俩用的都是一样的手机 那手机的手机壳也一样吗 你怎么贴膜啊 手机的背景图片啊 你连妈妈的备注都一样吗 我觉得Brian看错不太可能 一样人说这个Stan 是Gaby在用密码 在跟家人求救 说Stan是Send Authorities Now 这个太过隐晦了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了 除非这个是Gaby提前 就跟他家人约好的一个暗号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暗号的话 那他家人肯定是知道的嘛 明显他家人是不知道的 8月29号 一个叫做Mirenda Baker的女士 和他的男朋友在Carter Bay 偶遇到Brian 注意Brian这个时候是一个人 并且他是徒步的 没有开车 Brian求他们帮忙 烧他一段路 他说自己在这个Snake River 已经露营了好几天了 因为他未婚妻呢 忙于社交媒体上的工作 他未婚妻一直留在露营地里面 后来当Brian发现 两个人是要去Jackson Hole 而不是Jackson的这个时候 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要求下车 随后就在Jackson Lake Dam附近下车了 随后一名叫做Norma的女士 在那个附近 就是Jackson Lake Dam附近 又偶遇到了Brian 跟之前一样 Brian请求他 烧自己一段路 再自己去Spread Creek 这个Spread Creek 实际上也就是发现 Gaby尸体的地方 到了Spread Creek之后 Brian要求在大门下车 Norma说 我可以开车把你送进去 送到露营地里面去 但是Brian坚持下车 并且还说要给他200美金 作为答谢 Norma并没有收 8月30号 Gaby很奇怪的 给家人发了一条信息 说No service in Yosemite 他们当时处于 淮俄明州的这个山区 而Yosemite在800英里开外 眉头眉美的说这么一句话 是非常奇怪的 这条信息呢 也是Gaby最后一次 跟家人的联络 Brian在这个时候 使用了不属于自己的银行卡 和密码 在银行里面取了 超过1000块钱的美金的现金 9月1号 Brian独自开了那辆Fort Transit 回到了他在Nordport的家 他跟父母是住在一起的 而Gaby并没有跟他一起出现 9月6号 Brian和家人一起 去了一个离家 75英里的一个录营地 录营了两天 9月8号 录营结束 全家人一起回了家 9月11号 在多日没有Gaby的行踪之后 Gaby的家人在当天下午6点55分 报警 警察随后也就去了Brian的家 而Brian和他的父母 直接通知警察 联系他们的律师 9月15号 Brian正式被警察认定 与Gaby的失踪有关 他律师当天也发了一个公告 总体的意思是说 Brian并不是像大家猜想的那样 什么都不跟警察说 而是一般这种案件 作为亲密办 Brian一定是警察调查的核心 只是Brian说的这些东西 不能对外公开罢 9月16号 似乎是作为对Brian律师的话的一个回应 Gaby家的律师 要求Brian的父母帮帮忙 让他的儿子说出来 Gaby到底在哪里 9月17号 之前那么多天 警察和Gaby的家人 一直都在求Brian这边 你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Brian和他的家人 一直都保持沉默 但是在这一天 Brian的家人突然报警 说他们已经三天没有见过Brian 警察后来说 这是Brian的家人第一次 跟警察详细地说起这个案件的细节 9月18号 警察正式地对两人同时展开搜救 在Kelton Reserve寻找Brian 在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寻找Gaby 大量的精力投入在两地 同时搜查 9月19号 East Gabby的尸体在Spread Creek 露营地的旁边被找到了 9月21号 尸体被证实 确实是Gaby 9月27号 Brian的父母说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在哪里 希望警察可以帮忙找到他 10月7号 Brian的父亲加入了对Brian的搜查 警察说 找到Brian的父亲来参与 是希望能够指引警察 找到Brian曾经走过的路 和隐藏的地方 同时你看警察其实也说了 三周之前 Brian的父母 其实已经有提供Brian 可能所在的地方给警察 只是他们现在在现场帮忙搜查 会更好 10月12号 警察正式对待宣布 Gaby的事件结果显示 他是死于strangulation 就是有东西勒脖子 或者是掐脖子 窒息死亡的 死亡的日期 大概是在尸体被发现之前的 3到4周 也就是8月的22号 到8月的29号 10月20号 Brian的父母通知警察 他们明天会跟他们来一起寻找 第二天警察在 马尔卡哈奇 Creek Environmental Park 跟他们见面 见面之后呢 很快就找到了一些 确定属于Brian的私人用品 包括了一个背包 和一个笔记本 同时呢 这些东西的旁边 找到了人体的残骸 这些东西 一直没有被警察找到的原因 是近期的水位都非常高 这些东西是泡在水底下的 而最近是水退了 所以这些东西就浮现出来了 10月21号 也就是第二天 通过牙医的记录证实 这个尸体呢 就是属于Brian Laundry的 11月24号 也就是大概这个视频的 一个礼拜之前吧 Brian的事件结果 显示他是自杀 死因呢 是近距离 手枪爆头 我们现在回头 分析一下这个时间 上期我们从两个角度 分析一下警察的 执法视频 不过不管怎么看 这段出警的视频 都表现出来的是 Gabby在打Brian 但是明明报警 在报警电话里面 说他看到男生 在slapping the girl 在山女生巴掌 但是视频中间 似乎没有体现出来 这就不得不让人 考虑到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Gabby 是不是Brian控制住 其实我告诉大家 这非常正常 有相当一部分的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并不自知 自己受到了不法的侵害 即使他们知道 绝大部分的家暴受害者 也会保护视报者 有些女性 即使是被打得浑身是伤 也不会跟警察承认 是自己老公打的 有些男性 被当儿子一样的 对待和训斥 也不会跟警察去说 更有甚者 即使警方有证据证明 家暴的发生 有些受害者 依然会为 世暴者求情 所以世暴者 其实根本不用 在警察出现之前的 那一点时间 跟受害者去叮嘱什么 威胁他们什么 根本就用不着 长期以来 两人有意无意 形成的这个模式 会自动导致 如果外人 只是跟他们 泛泛的谈一下 是很难了解到 真实的情况的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警察的执法视频 警察问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在哭 Gabby说的是什么 我们吵架了 因为一些私人的问题 这个时候 Brian说的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面 待了很长时间了 昨天晚上我们录音 有很多苍蝇什么的 看两个人说的是 完全无关的内容 Brian然后进一步 指向那个马路牙子 说对不起 我撞到那边的bump了 他这里说的bump 肯定就是那个curb 就是那个马路牙子 路阶啊 我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 他俩之间有问题 就是当我看到 他是指向前面的马路牙子 而不是后面的 马路牙子的时候 这个动作不合理 他撞到了那个台阶在后面 他已经撞了一段时间之后 往前又开了一点路 但是他指的却是前面 如果他说对不起 我撞到那边的马路牙子了 这是对的 但是指向前方 为什么 我觉得他是有意的 在控制人的注意力 警察问Gaby的是 你为什么哭 Gaby回答是因为我们吵架了 这是Brian不想去谈的问题 于是他强化说 什么鹿营 什么苍蝇之类 毫无关系的话 然后他认为警察拦他们下来 是因为撞到路边 马路牙子了 对吧 所以他就把谈话拉回到 撞马路牙子这件事情上去 这里其实就能看出两个痕迹 第一 警察问Gaby Brian主动出来强化说 引导谈话的方向 这个人有蛮强的控制欲 第二 他还很急躁 Gaby真的只跟警察说了一句话 他就出来强化 很急躁 Gaby这句话说的 真的太想家暴的时候还折了 很明显警察的问题出来之后 他们两个的回答是非常不一致的 一个在说吵架 一个在说苍蝇 而当Brian强化 把话题拉回来 说到这个撞马路牙子这个事情之后 Gaby马上主动的过来跟他保持一致 明明说的都是刚才发生的事情 两个人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前一句话非常不一致 后一句话又非常一致 并且你看Gaby主动的道歉 把责任拦过来 这个警察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他是否真的看出来什么端倪 还是说只是按照他的标准 操作程序去办事 在听完Brian说话之后 他的第一步的反应 是完全忽略Brian所说的 先把Gaby跟男性分开 再说这个是对的 注意警察跟Brian要钥匙的时候 Brian是怎么回答的 首先这里我确实听不清楚 我不知道 我不确定他说的是 You got it buddy 还是You can have it 之所以听不清楚 就是Brian这个近乎于 信任的语气导致的 并且不管是You got it buddy 是套近乎 还是说You can have it 就是说俏皮话 体现出来都是Brian在被忽略之后 主动的去求变 试图去控制这段谈话 同时试探警察的反应 Gaby说自己有很严重的强迫症 但是Gaby的家人 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他们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Gaby有强迫症 但这里我特别的说一下 其实这点并不罕见 很多心理健康有点问题的人 都不希望别人知道 甚至是有可能父母 亲人都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请大家跟我回去看一下 Gaby上传到YouTube上面的那个 Vanlife的视频 All the chocolate melted It's so melted I know It's a river of chocolate Be cautious You can't keep chocolate in Utah Not in July Or in a clear plastic container Or in here That is always in the sun It's in the tent this morning 雖然强迫症有不同的类型 但是我不认为任何一种 有严重强迫症的人 会吃掉花成那样的一个巧克力 还有啊 这也真的不太像一个 有严重强迫症的人的居住环境 尤其这肯定已经是为了拍视频 已经整理过后的样子 他平时还不知道还有多乱 并且大家想想他们在干什么 如果真的有严重强迫症 他会离开家那么远 开车远距离的公路旅行 如果他真的可以做到的话 那我肯定会对他说 恭喜你啊 你已经好转了 虽然我不敢排除 他真的可能有强迫症 因为我觉得他在视频中间 确实这个焦虑啊 是很明显的 但是我倾向于认为 他至少是没有严重的强迫症 但是为什么他说 自己有严重的强迫症 更大的可能性呢 就是Brian 让他认为自己有强迫症 或者是夸大了 他强迫症的严重程度 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想到 GAS lighting 煤气灯法 让你对自己产生质疑 甚至产生错误的认知 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 自己给别人的感觉 是自己总是处于 一个心情不好的状态 大家能听得出来 不是说是他认为自己 总是心情不好 而是他认为 自己给别人的感觉 是自己总是心情不好 这一天就是别人告诉他的 人对于自己的认知 是很玄妙 很抽象的 我们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 是因为有镜子的存在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镜子 或者其他可以反光 让你看清自己的东西的话 人是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心理学上有一个叫 镜像自我的概念 人都是通过别人的反应 来认识自己的 但是当Brian这个镜子 是个哈哈镜的时候 Gabby就有可能 对于自己做出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判断 这里就很明显的闻到 negging的味道 注意是negging 是negative那个neg 不是唠唠叨叨的那个neg negging就是利用各种话术 去降低对方的自尊自信 这是那些PAO的人的第一法宝 那些操纵狂啊 控制狂人啊 他控制自己亲密办理的时候 他百分之百是肯定会做这件事情的 首先有大量信息 确实这个大家都能听出来 因为他不想说 但是大家注意他说出来的东西 他生气了 我锁好车 walk away from her 我从他身边走开 我感觉到了忽略对方想法 和感受的这个意思 不健康的关系中间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理智的时候 他跟你玩情绪 你情绪化了 他又跟你玩理智 总之就是你理智的想法 或者是激动的情绪 在他看来都不重要 并且他想让你也认为 那些不重要 这是get selected的一个类型 叫做minimize thoughts and feelings 的一个方法 总体呢 还是为了控制 为了控制对方 让你觉得你是错的 小网站 博客 之类的东西 那这些词 用词对吧 很明显的看不起对方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这又是一个家暴 手爱者 非常常说的话 我不知道一个23岁的成年人 跟警察说 I'll sit crisscross applesauce 是怎么琢磨的 就这话基本上是 只会对小孩子说 很多没孩子的美国人 估计都没有听过这话 作为类比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 如果我被警察拦下来的话 我跟警察说 我可不可以盘腿推 坐在那边 这什么感觉 在我看来 他依然是一有机会 就在主动的试探 还是在控制 这个动作表面上 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是已经很 已经在这了 离脖子就已经很接近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就大家知道 如果是家暴 如果只是拳打脚踢 一般来讲 你只要不要用武器 人其实不会有大碍 男性对女性暴力犯罪 最害怕的就是这种 母嘴掐脖子 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动作 人的本能反应 在危机时刻都会大叫 你一叫 对方为了不让你叫 所以就捂你的嘴 掐你的脖子 可能他并不是存心要杀了你 但是为了不让你叫 他就会很用力 你呼吸不了 就肯定会反抗 因为你反抗 他就会更用力 恶性循环 人说脆弱是非常脆弱 这些动作一做 人很快就不行了 无数的案例中间 无嘴掐脖子的人 并不是冲着杀人去的 甚至有杀人犯说 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有用力 但这个动作呢 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危险的 不仅是因为这样 致死很快 也在于我上面提到的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竟然一旦开始了 你就停不下来了 直到人没了 而我们知道Gabby 实际上最后也是死于窒息的 警察原本的执法视频 长达一个多小时 并且现在来自于现场 至少三个警察的录像 都已经公开了 我就不全部分析了 因为我们需要的信息 在我们三遍看完视频之后 已经非常清楚了 一 警察尽力了 在现场那种情况 警察的表现呢 是几个线以上 我不认为有多少人 在那个现场可以做的 比这两个警察好多少 除非你是一个专门 受过良好培训的 专门负责家暴的警察 第二 在现场 Gabby和Brian所说的一个情况 确实 Gabby是恃暴者 Brian是受害者 虽然我们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 最终结果 但是不能改变中间 确实 Gabby有攻击Brian 弄到Brian满身时伤的 这个事实 第三 Brian可能是一个控制狂 并且在这种感情中间 有对Gabby使用一些 心理操纵的一些招数 8月17号 Brian离开Gabby 单独坐飞机 回家了一趟 据说是去拿一些东西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Gabby他们当时是在掩护城 而Brian父母的家 也就是他家 在佛罗里达的 North Port 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距离 有2403英里 折合公里的话 是3800多公里 距离是非常远的 他跑这么远 回去一趟是干什么 他说是把他和Gabby 之前的一起租的一个仓库 退掉了 晚上就可以省点钱 他们就可以多旅行一段时间 明眼人一看 这个理由就不靠谱 一个Storage能有多少钱 个人用的那种小Storage 一般来说一个月就100多 200块钱 对吧 为了省钱 机票钱不是钱 住酒店的钱也是钱 费这么大的周章 跑这么一趟 为了这个东西 感觉很不靠谱 大部分的猜测都说 他回去呢 是为了处理 藏在仓库里面 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如果说Brian 是在为杀人之后的脱罪 在做准备 那他应该使用 更高明的一些方法 来杀死对方 OD看起来 操作的余地就大了很多 因为他们天天爬山 淹死都是会水的 每年有多少人爬山意外 对吧 从山上掉下去 对吧 你从山上推下去 也绝对比Lace 看起来嫌疑小一点 对吧 后来发现Brian是有枪的 所以也有人猜测 他是回去拿枪 这个说法 肯定不是说Brian 担心自己打不过Gabby 所以说回去拿枪 还有一个男的 远比Gabby 枪壮高大 这个说法 其实就是说 他准备杀完之人之后 用枪自杀 这个说法 其实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 就算他是回去拿枪 拿枪也不是 他回去的主要原因 我们看他所处的状况 我认为有一个 更合理的解释 就是Brian 是一个非常作的 小男人 大家记得 刚才看视频的时候 我一再的说 Brian是一个 控制欲很强的人 同时他会有意无意的 对付Gabby 使用一些 心理操纵的一些方法 在刚才那个 执法师一分钟中 他和Gabby 都有提到 他想让Gabby冷静 于是跟Gabby提议 两人先分开一下 你往那边走 我往这边走 但是根据Gabby说的是 Brian 把车锁起来 不让他进车里面去 这点实际上 跟后来一个 目击者的口供 可以得到应酬 Gabby说的是实话 什么样的男人 会在陌生的地方 把女友锁在车外面 不让他上车 除了控制狂热 还能感觉 Brian是一个 非常作的一个小男人 我有一个 无法去证实的一个财色 因为他们现在 两个人都没了 所以没有办法证实 我认为在8月12号 跟警察的这一出 这个事情 极大的提升了Brian的自信 他后面对于Gabby的控制 更加的变本加厉 很多处于他们这种情况 有警察介入之后 但是警察又没有怎么样之后 施暴者一方 都会更加的变本加厉 他们会认为什么 你看吧 连警察都说我是对 或者你看吧 连警察都拿我没有办法 所以很有可能 在那件事情之后的几天 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执 大概率丝毫没有变少 反而变得更多了 Brian为什么好好的要回家 他家里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为了退掉仓库 回去一趟 我觉得是根本不合理的 但是他确实是回家那一趟 而且还待了6天的时间 他去干什么去了 我怀疑 17号 也就警察事件的5天之后 Brian很有可能跟Gabby 批分手了 你一直这样子 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们先暂时分开吧 我回家去 把我们一起共用的 这个仓库 我收拾一下 把他的东西都分开 我答应跟你一起旅行 所以我会回来 陪你走完剩下的这个路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 一直是这样子 一直吵架的 回去之后 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 8月23号 Brian回来之后 两人没有丝毫的访客 Brian的桌 没有桌出想要的结果来 于是27号 Brian在餐厅里面 桌惊在线 跟餐厅里面工作人员 打吵打闹 Gabby在旁边一直的哭 我等等猜到Brian 从餐厅离开之后 跟Gabby说了什么 他这种类型的人 经历了警察的那一出 和餐厅的这一出之后 最有可能跟Gabby说的 就是 你让我很丢脸 如果你不那样的话 我们今天就不会这样 Gabby为了Brian的行为 跟警察道歉 跟餐厅的员工道歉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他现在已经非常的危险了 有一个YouTuber 在8月27号下午 6点到6点半左右 无意中在Spread Creek 拍到了Gabby的车 注意车后门下面 放了一双鞋 这双鞋 我们看之前的视频 是可以确认是Gabby的 但是Brian的鞋 并不在 我认为这个时候 Gabby已经死亡了 而Brian已经跑了 第一 这个地方离最终 发现Gabby尸体的地方 不过几百米而已 第二 一名在TikTok 也就是海外版 那个抖音 对一个短视频博主 叫做Jessica Over Yonda 说是在26号到29号之间 又见过这辆车 26号的时候 见到这个车 是在录音地里 当时是Brian看的车 27号他再看到 这辆车的时候 他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首先这辆车 没有停在录音地里 一般你有录音地的情况下 车辆是要求 在录音地里面 要停着 你要停着过夜的 你不能随便找个地方 你就睡觉过夜 尤其是26号的时候 你已经停在录音地里了 怎么27号 出去了一趟之后 回来就停在野地里面了 第二 这辆车在后面的好几天 都没有移动过 直到29号之后就消失了 我录音的经验还算丰富 所以我明白 这么小的Van 不可能在大夏天里面 一直门窗紧闭 停在那边 里面的人得热死 得憋死 Gabby这种车 不是那种正二八经的caravan 是插不了电的 像我这种怕热 又不喜欢开窗的人 如果没有停在录音地里面 就是没插着电 没有开空调的话 我肯定会让车 一直处于发动的状态 我去开车的空调 而Gabby的车 就停在那里面 一连好几天 没有任何动静 感觉像是被遗弃了似的 Brian 应该是在后车厢里面 掐死了Gabby 为什么 注意车后门的拖鞋 通过前面警察的执法视频 和Gabby自己做的Van Life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是Gabby的拖鞋 但是Brian的拖鞋在哪里 杀死Gabby之后 跟大多数人的杀人犯一样 他逃离了现场 下面对他来说 最大的问题是 怎么给自己脱罪 两个人开着一个小小的录音车 一起去公路旅行 你怎么编故事 让自己又不在场证明 于是他步行 离开了那个地方 他八成藏起来 并且在偷偷地 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 向旁边就移动 两天后 29号 他觉得差不多了 主动地在Counter Bay 接近Marenda Baker 告诉他自己已经在这边 我已经在这边录音好几天了 我的未婚妻 一个人在Spray Creek 那边的一个录音地 在车上忙他的工作 后来发现 Marenda要去的方向不一致 他满汉又拦下了 这个Norma的车 注意当时Norma说 可以送他进去 Brian坚持在Spray Creek的大门下车 为什么 看他车停的位置 车停在去录音地的路上 你再往里开一点就要看到 Brian害怕 自己当着Norma的面 演不好 无意中发现自己的车 无意中发现自己未婚妻 死在车里 这个戏 他害怕自己演不好 但是为了让Norma一定记着他 他非常话舌天足地 要给Norma两百块钱 两百太多了 Norma一定会记住他的 等到Norma放下他 他走到他跟Gabby的车这里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错过了演技的机会 他觉得自己肯定没有希望 可以把这个故事变得圆了 于是他放弃了 抛尸 疯狂地开车回家 不到三天的时间 开了3800多公里 回到他家 我相信他回家之后 没有去跟家人直接说实话 因为六天之后 他还跟家人一起去了 一个地方露营了两天 就算他的心很大 但我不认为他的家人 可以在知道他杀人之后 也这么稳如泰山地 一起去露营 在他心中他明白 这是他最后一次享受 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他可能打算好了 要好好地享受这次露营 然后就离开 因为迟早会冬床事发 但是露营仅仅两天后就结束了 所以很有可能在露营的 这个过程中间 他实在是憋不住了 他跟家人至少 可能是交代了一部分的事实 他家人一听 直接就坐不住了 马上结束露营回家 回家之后 家人肯定是第一时间 联系了律师 于是在三天之后 Gary的父母报警 说女儿失踪 警察找上门之后 Brian是在家的 但是他和他的父母 什么都没有跟警察说 让警察直接去联系 他们的律师 为什么自己不去 跟警察说话呢 他去跟警察配合 你说实话的话 一定会被抓 说谎话的话 又会被警察识破 一样会被抓 他不想被抓 他想要自由 另外这也是很明显 是律师提前交代过的 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朋友都明白 在犯罪的这种东西上面 律师一定会告诉他的客户 不要去跟警察配合 于是Brian后面 和他的父母 一直的沉默呢 也就不言而喻了 Brian杀人了 但是我不认为 他的本性是一个恶魔 我觉得他是绷不住了 做了无法挽回的事情 尤其是受害者 应该是他深爱的Gabby 他内心一定是煎熬的 也一定是后悔的 不管他的律师和他的家人 跟他说过什么 但是他知道自己 一定是没有办法逃避 法律的制裁的 他也知道Gabby 是不可能死而复生的 有幸呢 他还是回到了家 最终还是跟家人 又露营了一次 他觉得已经知足了吧 可能 于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离开了家 去了离家很近的 这个Carton Reserve 注意他离开家的时候 就是9月15号的时候 Gabby仅仅是被认定失踪而已 他的尸体还没有被找到 而为什么是Carton Reserve 因为首先是因为这个 离家近 跑得远了 他还把被警察 在路上抓到 其次呢 是Carton Reserve 他很熟悉 离家近 所以跟家人 一定是去过很多次 其实Brian自己会悄悄离开家 我一点都不意外了 因为他是一个 这么喜欢控制的人 控制和逃避 是一段兄弟 人不可能控制住 所有的事情 所以肯定是控制一些 然后逃避另一些 所以实际上 越是喜欢控制的人 越是喜欢逃避 在外人看来是逃避 在他自己看来 经常是他控制的一种方式 同时呢 Brian在警察 在这个执法视频中间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焦虑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你在看他的家人 对吧 父母啊 这个事情上 跟他拼命的配合 可以很清楚地得出这个结论 Brian一定是一个 受宠长大的一个人 这三点要素加在一起 可以知道Brian啊 椅子里应该一定是一个 冲动 倔强 又喜欢自由的人 所以在他离开家之后 他肯定就死定了 并且啊 我猜他自杀的应该是非常快的 在Spray Creek 他曾经在野外生存过两天 他应该知道有多么难 很有可能到了 Carton Reserve之后 他连第一晚都没过去 他带着枪 对自己的头 扣动了扳机 这个案件在一段时间以来的 关注度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美国一年爆失踪的人 有近50万了 能够上国家级新闻的 大肆报道 并且持续追踪的案件 是凤毛麟角的 Gabby Petito实际上 在失踪之前并不红 据说Instagram粉丝 不过2000而已 YouTube那个时候 又是刚刚才弄好 但是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关注 除了政治的原因 和这个Missing White Woman Syndrome之外 一个更大的原因 可能是各路网络大威 和媒体的持续加持 各种的阴谋论 你看层出不穷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但只要你承认现实 把所有的点都连接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案件 其实并不复杂 到头来说 这个案件是一场悲剧 一对像 All You One 和Water的性格完全不合 但是都很焦虑的情侣 怀着对于人生美好的憧憬 开展了一段期待已久的旅行 却最终是双双都毙命了 我觉得可以把种族的问题放一放 不要再去说什么MWS 什么失踪派女正后群了 我最关心的点 实际上没有办法 放在这个视频上 跟大家讨论 在现有的体系之下 警察在面对家暴的案件的时候 他该做什么 他能被授权做些什么 而且应该是怎么样 一个角色去介入 我能跟大家讨论的是家暴 家暴的核心不在于暴力 而在于控制 家暴的原因不是失控 而是在于不合理的控制 导致家暴的也不是不爱 而是错把控制和战友当作爱 我思前想后吧 要总结这个案件的话 我有一些想跟所有家暴中 施暴者说的话 不要感觉到羞耻 你不是一个暴力的人 只是一个太想要控制的人 不仅家暴的受害者需要帮助 失败者更需要帮助 我能明白你的焦虑 你的患得患失 也能明白你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 我知道你觉得你自己陷入了一个 死循环永远都出不来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一个方法 你试过了 没用的话 咱要承认没用 没用的话 很简单 咱换一个方法 再接着来 你站在原地转圈 你哪都去不了 跑起来 哪怕像无头苍蝇一样 乱转也不要紧 咱不能怂 车到山前必有路 关键是你要往上那去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当你想要控制的时候 一脸的贪婪 当你失控的时候 一脸的败向 好 Debbie Petito的这个案件 我们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